哈哈哈哈 你剛剛剛剛進了一鏡畫面的時候 我剛剛看到一個人在那邊 好可怕 你原來講我就直接抱 因為我剛剛就是想說旁邊就是有一 你知道就是有一種壓力 但是我是可愛的笑笑不見了 可愛笑笑去哪裡啦 欸大家好我是那個 劉安 劉安到底是教主那公會的 隱私人MOD 隱私 隱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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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所以你在就是教主的公會有就是 做過什麼比較有利的那個表現嗎 例如說打瑞少曾經 有他把那個領體投資改成肉體投資 肉體投資生教 就是你改的 就是我改的 不愧是隱私 所以之後傑哥也會玩就是 也會就是再玩一次POE 你會願意帶我嗎 沒有問題 喔 那我們就不用了 太好了 要交給你囉 但是裝備我可能打不到 他願意帶你打吧 我玩了那麼久 打過最好的裝備也不過才幾席而已 硬氣不太好 你怎麼那麼水小 我都是跟教主要裝備 那裝備還是教主 對 你可以陪我去打怪 可以 可以 總而言之非常感謝施人來上我們節目 接下來教主也是說第二發給我們看漂亮的寶石 對已經在我的畫面上 其實我現在看我也覺得我的畫面是蠻漂亮的 就是 因為我們 隔壁很提升的意思 不是啊我說這個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 他有設計這麼多的傳奇珠寶 我從來 我從來沒有在一次裡面打到這麼多 所以我看 鑽石鑽石亮晶晶 光鑫天好大 光鑫地上 為什麼會乾爛啊 真的好大 真的也跟得掉欸 好大喔我的天啊 所以這就是新的寶石嗎 對那我們來看一些之前還沒有給大家看過的 像是這個 這個寶石叫做 請翻譯 Mental of Flames 我知道他叫Mental of Flames 我要是翻譯 太大的 我想一下怎麼翻 這不是很好翻欸 火焰遜難者 火焰舞者 火焰 Mentra怎麼翻 這是個好問題 待我想想 欸這邊有人快受不了啊 好 就 他是算是那種 練舞的人啊 但是 就不好翻 好我們看翻譯怎麼翻 這到底有幾款啊 到底是出了多 這邊總共有58個 58個 也太多了啦 那最特別的是哪幾個 最特別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現在先講比較不特別的 那這根寶石其實它有一個例子 它以前叫做Mentra of Flames 就是 就是五義之相 這個是有翻譯的 它以前的功能是 你身上沒有一個正向的buff的話 會增加物體傷害 而且是固定值 所以 我們之前在節目上有給大家看 教主的空手道那個角色 是必裝的 那不只它是必裝 它OP到爆炸 有多OP咧 就是說 你裝了這個寶石 對 等於人家拿了一把雙手斧 這麼強 是 那那個老師後來就直接消失了 因為太過OP 連改都不想改 就直接砍掉 然後變成了現在這顆 Mentra of Flames 就是它的force變成了frame 就是物體傷害變成了火焰傷害 那火焰傷害來講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OP 是因為 我們拿到的 我們拿到的方法很多 像是我們開 火焰傷害的光環就拿到 裝火焰傷害的 或是武器人物傷害的戒指 也可以拿到 等等的 它是比較好取得 所以即使你裝了這個寶石 你的角色也只是變強 而不是變成超人 主要是因為物傷的增傷 就是受到一些增加傷害 增傷的幅度實在是太大 所以你增加一部分的物理傷害的時候 你的角色影響會很絕大 你在增傷的幅度乘上去以後 你的傷害增加的量是太大 對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那個寶石會直接不見 結果它現在是改成火焰傷害之後 再重新復出 這也是蠻有趣的 好 那還有一顆雖然已經 就是存在很久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打到 所以也沒辦法跟大家介紹 就是2.0最好玩的一個寶石 就是這個 就是信仰之樂 那它的效果是 你插的這個寶石在我們天賦數 譬如說我現在來遊戲裡面 給大家示範一下 我的寶石有沒有範圍新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翻出來 沒有我隨便翻了 我現在傳奇的話我就有三顆 因為真的不好打 那像是我這邊有一個洞 我把它移上去不是有看到這個範圍嗎 那信仰之樂這個寶石的效果是 這個範圍內所有天賦點 它都可以直接去點 不用 像我們現在如果我要來點這邊 我要點兩點進來 就等下線是要連在一起的 但這個範圍的線可以全部不用連在一起 你想點什麼就點什麼 很強 所以可以跳那個最大的天賦點 你可以跳去點最有用 對 那剛剛就是爪神有要問到那個名字 那名字是我臨時學的 intuitive應該是直覺的意思 對啊 所以就龜毛不要提他 大絕毛嗎 我對翻譯的東西很龜毛 所以大概是大絕寶石嗎 大絕 沒有你不是說翻譯是它叫什麼直覺寶石 因為它以前有一個版本叫做信仰之樂 那這個其實要講一下 因為2.0的東西其實不斷的在改動 所以他們其實不想要一開始就翻好了 但是之後一直改動 所以他們有說到其實所有翻譯都是暫時的 等到這次上線會有正式的翻譯 因為我剛剛沒有聽說什麼大絕寶石 反正就叫大絕寶石 這樣怪怪的 好那我們回來看 睡了很大一覺然後醒來就叫大絕寶石 那傑哥剛剛問到有沒有很特別的寶石 那其實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網站上把寶石分成了三區 那其實就是最上面這一區是打怪都有機會掉出來 那第二區這九個是任務解得到的 那這當然是最不稀有因為大家都解得到 那最下面這一區是最稀有的 其實他們的造型也有很多很特 就是長得很特別啊 真的 那他們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得到 什麼方法 就是你用瓦爾寶珠去點其他的傳遞寶石 他們有機會會變成這些寶石 什麼那不就是機率很小嗎 機率很小 因為你可能就點18歲 小梅那個角色現在 裡面好像有一顆非常非常稀有 真的假的 要不要看一下小梅畫面 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切一下小梅的畫面 來切一下 你切一下她找得到嗎 我沒有想過會這麼亂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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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來想的找不到 我只是想說喔 不知道會放在哪裡 這也太扯了吧 這也太扯了吧 這已經超越我了 遊戲內有一點感 所以我們就請了我們公會一個朋友 就是 就是借一下 我可以不過去幫你找嗎 因為我知道在哪裡 這已經完全超越我的殘酷了 你現在已經過來幫我們找了 你就在這裡嗎 是嗎 是嗎 我記得她發現很奇怪的地方欸 你看一下第一 師弟爺右架角那邊 這太糟了 這天哪 這太糟了 這太糟了 這個這個這個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罪惡的重量 它有一條就是 乙烏籃 欸我有欸 它那條乙烏籃就代表是 瓦爾寶珠點出來才有的效果 那乙烏籃是什麼意思 乙烏籃就是 你用瓦爾寶珠點任何的道具 它都會變成乙烏籃 那一個乙烏籃的東西之後 你再用什麼寶石去點它 都不行 就都不會有效果 它就已經是最終這樣子 不會再被改成 這真的太亂了 我看不下去 你看它的幻色石 就不能 快受不了了 快去哪裡 我快不行 你看它的幻色石 為什麼要這樣 天啊 沒時間整理了 我把它關掉 沒時間整理了 欸我們還沒有看那個珠寶 你要進去看珠寶 你還找不到嗎 對對對 好那這顆寶石它本身其實也很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增加混沌傷害 但是減少你移動速度 所以它才會叫做罪惡的重量 所以它就是用了它之後你身體會變重 對 而且它有一個超級酷的設計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很多獨特寶石 整個天賦數 現放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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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多就是放一顆 但是這顆寶石沒有 你可以放很多顆 所以我就是放了很多顆才變這樣 喔對 是這樣的重量 是這樣的重量 我重量很 有感覺出來 有感覺有感覺 那當你放 那我杯根本就是我兩倍 三倍 欸那你站起來一下 是不是你站起來 不是不是不是你 欸差不多 超高欸 我可以來製作一個全世界走路走最半的角色 對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顆其實在想 如果你放了很多顆在你的天賦數上 你會走不動 然後你還在幫自己上那個時空鎖鏈 你的移動速度會變成0% 0%怎麼走 就不能走了 真的有0%這種事情 真的有0%啊 它就只用傳眾來移動 對啊 那但是 雖然你的角色不會動 但是它的混沌傷害超高 對 我決定到時候一定有這個流派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會沒有辦法到0% 因為它是 它可能往下走 它reduce喔 不是less喔 欸是reduce 這可以扣到0%喔 我覺得是可以 reduce是減少 就是用減的 可是 就是它可能 沒有 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沒有所謂0% 因為0的時候 它是 因為它是正負 用一個 基值的跑數來算 我懂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就要變負的金字 走得更慢 世界平線好像又有一個 你只能負到無限大的時候 會慢到無限慢 欸有人天理可以移上去看看 欸這也是乙烏的 是什麼 它是血溪 這顆是屬於比較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沒有用 因為 因為 大家都在挖 因為乙烏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在告訴你說 你在用挖寶珠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會有 不可預期的結果 有可能是好 有可能是壞 所以有一些寶石它的效果 很明顯給你看到就是壞的 像現在先回到我的螢幕看一下 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 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沒有打到的寶石 好 那整齊畫面 像我等一下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會扣你的暴擊球上限的寶石 像我鼠標上面現在這一顆是 減一最大暴擊球 那真的是沒有任何好處 只有壞處 對 而且它做得非常明顯 就是你一看到這個就知道 我把一個東西污染壞了 你是看得出來 那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就是 讓玩家會會心裡笑的點 對 如果你去點一個很貴的寶石 然後點這樣 你可能會笑不出來 但是就是 它有設計這些很好笑的寶石 所以這顆寶石要叫什麼 就是無力 它現在翻叫無力 它可以幹嘛就沒用 就好看 就放在倉庫 你可以收藏 像我其實看到這頁 我會超想要收集這些所有寶石 然後放在同一頁 天啊這收集 不我覺得你就是有收集屁的感覺 如果是我我也會想收集啊 欸真的欸 你看展元多愛收集 欸怎麼了 展元哥他根本就是石黃子 他是什麼都要剪好不好 走過去把東西剪起來不知道剪什麼 對那 感覺好像都有用 對啊 那除掉那些直接告訴你說 我是瓦壞的寶石 還有一些像我們剛剛看最後的重量這些 都是所謂的有副作用的有用 對那像我現在主標上這顆其實也很有趣 它要求你至少裝五個被腐化的物體 才會發動效果 嗯 這什麼 五個都被汙染是不是 對 身上至少五件汙染裝 嗯 然後 它的生命偷取 本來是你如果穿在攻擊上 就是你穿在物理攻擊上 就是物理攻擊偷生命 它如果你穿在法術上就是法術偷生命 它現在是說不管你怎麼弄 你的生命偷取就是偷混沌傷害者 偷混沌傷害者 對就是你造成的混沌傷害會偷血 但是其他傷害都不會 那這不就要跟罪惡的重量 沒錯 然後再穿 然後再穿五件被汙染的裝備 對那這一顆寶石叫做 飢餓的生菸 也太餓了吧 有點餓 飢餓的生菸會覺得 私人表示好餓 最餓的重量 有點餓 所以表示太餓 所以讓你這些寶石內有沒有真的是比較有效益的 有效益的 就是因為聽感覺好像又有五顆什麼混沌食樣 對啊 聽起來條件很多 其實條件多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效果其實是蠻好的 太強 所以它就有一些製作用 那如果要好用的寶石其實這些 就是乾淨的沒被汙染的就很好用 那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弄成一般 因為就是 你有一些特定的流派 你就是要那一顆 好像也是 對你看我現在還準備了五個瓦爾寶石 瓦爾寶石 點下去它就會被汙染 我們現場點 好 給你現場點 第一顆 它叫做生存秘技 這個是任務獎勵送的 嗯 3 2 1 9 好 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也是一種可能 但是你不能說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要再讀一次 可是感覺你運氣很糟欸 好你來點啊 欸 欸 還有兩次機會 你來點啊 你先 我剛剛已經點過了啊 你剛剛點過了嗎 我說這個點過不是不能再點嗎 沒有我還有兩顆啊 可是它有別顆 我還有兩顆漂亮的藍寶石 好我們一人點一顆 一人點一顆 好 這顆不要這樣子 完了我站起來也跟試了超級 對啊 試人家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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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我來了 我來了 趙聖遠我是出了名的 啊算了我這種話你不要講 出了名的 到底會點什麼 無力 啊 還不是一樣欸 沒有變 好傑哥加油 好我回去 等一下這顆 為什麼要注意起來 這樣他怎麼握 有點不太會撐啊 對 然後點右下這顆 怎樣怎樣 我想為什麼其他都沒有 要換位置了 要怎樣 右鍵他 右鍵挖寶石 右鍵點這個 右鍵點橘色那顆 然後左鍵點他 喔 欸 點字沒變 欸這跟說話不同啊 其實都不是很好啊 不然其實用一般的也可以把它點成 喔真的嗎 確定 我記得是可以 我之前有點過一顆 試試看啊 好我們來試試看 我之前有點過一顆會變Waddles 欸 欸 是不是 出來了 最熱的重量 怎麼會 我點的啊 這顆就給我 我看一下 我看不太有 他在點什麼東西 我們現場有太多最熱的重量 又可以了一場 對啊 都是因為有我在才點出來 我可以在公會 對不是重點是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我們 我們點一顆就是藍色的 結果他居然升級成橘色的 真的假的 我以前其實沒有做過這種 傻眼怎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我自己點過 所以我知道 你有什麼 那個Peple嗎 沒有 沒有他就是突然 建議大家以後 主管藍色的 你這樣以後玩2.0 運氣都沒了 你運氣都用在這一顆了 這個變局裝了耶 真的 好誇張 我現在有兩顆最後的重量 我想做一個嘗試 你想幹嘛 我這邊還有一顆 真的嗎有三顆 這三顆都裝起來 到底會走多慢 快裝嗎 對 我們可以實驗會走多慢耶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你這顆跑速是減幾泡 一二三四五條屬性 你們要現場製造私人流的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組隊 你那邊有幾顆寶石洞 我這邊有幾顆 我這邊有幾顆 我這邊很多顆 我這邊有四顆寶石洞 我這邊有四顆寶石洞 小梅來我們家 接受 不要 小梅拉我家 對啊 有兩個是同一條 去錯家了 那去誰家 來那個 去三田家也可以 那去三田家吧 好 大家把寶石送給三田 我們來看他走多慢 我這邊有嗎 我們現在看一下三田的畫面 有 我這邊有嗎 我就一顆 腳椅 我們要看他到底能走多慢 快把剩下的綠的全部點 我挖他了 好 那我現在開始 我這邊有三顆 你要先走一下正常速度 正常速度 正常速度是這樣 對 其實我應該是有跑速加成 所以我才會走那麼快 好 現在是我旁邊穿白色T恤的變態 對 這樣就比較正常了 好 那我接下來就把寶石穿上去了 好 三顆 我們有三顆 兩顆 兩顆 三顆 三顆 天前跑 這裡是15% 出來玩囉 15% 15% 好 好慢喔 好慢喔 好有FU喔 你現在剩幾%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超有FU的耶 超好笑 應該是-40% 應該是-50%吧 其實-50% 其實-50% 你有點跑速天步 對我有點跑速天步 點跑速天步還跑這麼慢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應該進一張可以自己上個老頭 對 上個老頭之類的 這真的很危險耶 我突然覺得這個人物跟我好親近 感覺非常的重耶 你應該要收集天步數上面所有能拿到洞都拿 然後全部都放這一顆 真的耶我之前其實看到就是 好慢喔 排斧的封測有人專門在收這個寶石 他一定是要玩這種牛排 因為現在獨雲劍死是一個很紅的技能 所以傑哥剛 傑哥之前不是有要求過一個要 很快 看到怪都要死掉 要大範圍打擊 而且要跑不跑超快 所以我們請了一個觀眾來介紹 他來獨雲劍死 那個就是獨雲劍死 那他在2.0的版本 目前來看是更為強勢 欸 剛剛有人叫你鞋子拔掉 有拔掉了 我來看一下我穿一下重甲 他那個如果剪掉那個 會再慢一點 會再慢一點 多慢的 超慢的 超慢的 太空慢喔 完全不會想玩這個流派 因為你知道我個性也是比較急的 所以如果說就是 這真的好煩喔 可是其實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代步 應該是還算 你說直接傳送嗎 對啊他可以用傳送 是傳送是還 可是你要一直傳送 就覺得說 也是覺得有點小煩 算了啦 可是這就很容易死啊 這就很容易死 不不不我還是不要 不然你們就是2.0之後開發 我好想弄一隻角色看看 到底可以跑得多慢喔 而且實話那天我是要玩那個女巫 是75嗎 還是85 75 75 對阿 因為我玩已經是 玩了太多遊俠了 所以要玩女巫 對我其實真的是玩太多遊俠了 而且我練兩隻都是遊俠 可以跟小妹玩女巫 你可以試試看女巫 我可以給你一些 我以前穿的女巫的裝備 我以為你要說 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那我也是建議解開 不要聽好了 我說有一些留下來的裝備 我現在就等75 就是整個就是2.0初的時候 我就要再回國了 喔 好 你就可以來我麻士尼聊天室 跟外國人聊天了 欸 Chris Chris I need your bigger energy 你講中文是一些他都聽得懂 真的喔 對他都聽得懂 像我們就教他小妹妹 那這樣我們7月15號 剛好是禮拜三 所以下週大家可以看到傑哥 玩他的角色嗎 對 我就是我應該去玩女巫 因為我其實之前念了兩隻 兩隻遊俠 但因為我這個人是比較走 就是劇情派的 也就是我這兩隻過了那個 劇情之後 其實我就沒有再去玩下去 那個時候啦 可是我覺得玩這款遊戲 就是要一堆人一起玩比較好玩 你就可以帶我啊 對不對 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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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剛剛山田打開他天賦數 就是其實 因為我們這part主要是在介紹珠寶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要玩就是以珠寶為主的流派的話 可以看到山田的天賦數 貴族 他拿到非常非常多的珠寶洞 為什麼呢 因為貴族是千金大小姐 所以他的珠寶浩潮特別多 是這樣子喔 對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他的天賦數 請focus一下 女巫自己的窮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窮 focus一下出門的部分 女巫的衣服真的看起來很像奇甲 可以看到山田的螢幕現在下方 右方左方各一個珠寶洞 這算是 也太多了吧 而且都離起點非常之密 這算是貴族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為這都離他起點超近 可以讓他點四點就可以遇到第一個寶石 真的耶 對 那像其他職業來講的話 我看 最近的應該都要走接近十步左右 十步以上 對應該是以上吧 1234567 差不多十十步 對 像決鬥者的話最近是在正下方這裡 其實不是 不是嗎 其實在往貴族的路上 但是沒有人會那樣走 在這裡 通常如果要走都會走這一步 通常沒有人會那樣走 對 然後如果我們看遊俠的話 123456789 或者是這裡 13步左右吧 對 對 就是照合理的走法要13步才能碰到第一顆 那其實像有些寶石它是很強的 就是如果你要重練 那重練的話 你要練得比新來的玩家快 當然就是因為 你其他角色有幫這個角色先打到神裝 那當然珠寶的神也是一部分的神 那有些珠寶它真的是超神 所以如果你點四點就能碰到一個珠寶洞的話 那你的前期練等速度是很快的 了解 所以其實我在實況上很多人來問我說 欸2.0我準備要回鍋啦 教主有沒有推薦要玩什麼流派 我都會回答他說 如果你以前已經有角色的話 我最推薦你就是貴族起手 貴族喔 對然後走一步算一步 所以他要正 可是有一些人會拿舊的角色洗白來做 喔當然了 對 他是問說如果要玩新角色的話推薦 不不你還是玩女巫 因為教主他們之前也都是玩女巫 所以代表你有很多裝備等著你 欸 欸我裝備最好的角色是遊俠 居然是遊俠 那會奇怪 可是我這次想玩野蠻人 因為上次那個紐西蘭 因為這次野蠻人就是近戰都被改很多東西啊 就是聽說變超強 變超超超超強 現在近戰變超強 近的關係 喔 反正我已經應該是會玩女巫啦 對我應該是確定是玩女巫 大家如果有關心這個話題的話 我們下一趴來介紹 就是我們很多技能寶石是新出來的 那有一些就有的也被修正 我可以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每一個技能 到底大概是什麼狀況 因為本來是 本來是預計今天會改最後Boss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最後Boss是誰沒有人知道嗎 是馬拉凱 現在國際版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最後Boss的影片 對就是因為國外已經有很多影片出來 應該是國外已經有Boss 就是有影片已經出來了 對 他們已經可以打 當天就有了 我最近比較沒空 不然我國際服務也是有帳號 但是因為它是完全洗白 等於又要重練 所以是沒辦法重練 但是看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國人怎麼打 可是我們這次如果說2.0改版 你們還是可以用舊角色繼續玩嗎 對 只是說看你們要不要繼續往B 對 我就直接新年一隻 我剛本來是要說我們 本來這2%是要打最後Boss的 但是就是還沒開放 所以只要我來給大家講 就是介紹一些2.0的變革 讓大家可以 下一週直接 萬全準備去打最後Boss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的萬全準備 就是加入你們的工會 農工艙這樣 農工艙這樣 像小梅一樣農工艙 你知道那天我們在打那個競賽的時候 就是我就跟我另外一個隊友 就是我是一個女巫嘛 然後我就配一個野蠻人 就是會有人在前面躺這樣 然後我在後面負責控場之類的 你控我屁欸 我真的有控場好不好 我有控場 有有有有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打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說我覺得我現在好像有點就是容易掉血 然後我隊友就說 好不然我們回去工艙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呢 工艙 我們去工艙打寶一下再回去 結果有沒有玩過那個開心農場 有我知道 是不是要種很多東西 然後隔一陣子就要上線收成 對不對 就隔一陣子上線然後走到工艙裡面收成 對 然後種很多工艙的會員 其實我很懂 因為我那時候有家的 就是養成遊戲 你就種了很多會員以後 隔一陣子你就可以在工艙裡面收成你的作物 不然你就可以當被養成的那個 就是像我之前練一隻 因為你也沒知道傑哥比較忙 所以我很需要就是大家工艙發格 我知道了 然後幫你創一個工會倉庫的頁面叫教主養人用 請大家抖內傑哥 教主餐這一根 傑哥專用 傑哥專用裝備區這樣 這一個都是我的裝備 我們在上週的那個競賽就有一頁 工會倉庫叫做教主養人用 然後裡面就是都是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需要什麼 然後教主說你可以去教主養人用 而且我們上次競賽真的超酷的 就是我們原本的倉庫就是大家有用不到的好裝就丟進去 結果那個倉庫就長得像剛剛那個倉庫一樣 這問題是我跟你講 如果說我們是為了要去拿好的裝備的話 我們一定會看得非常仔細 不會有辦法亂 不是喔我們後來還有一個會員就是他已經死掉了 結果他沒有就職不完喔 他開了一個一等的角色來 花了三小時整理我們的工會倉庫 三個小時也太少了吧 那人超 不是不是 你真的不知道我們看到那個工會倉庫 我們有多麼震驚 因為像現存大概有15種左右的戒指類型 他外觀都不同 他把它排成一排一排 就是這一排都是一樣 而且工艙整理很累 他不能按住Ctrl然後把它拉出來 他就只能一個一個放 一個一個放 而且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們在打競賽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整理耶 你整理那個啊 沒時間了沒時間 對啊都沒時間啊都在充電 以前國外有個影片 是有人做了一個倉庫自動整理的工具 但後來官方就說了不能用 所以他就把它分掉 好可惜 我有印象 你記得嗎 那是Google Chrome Plugin嗎 不是Google Chrome 那介紹什麼 他已經陷入小世界了 他是一個外掛 就是你遊戲打開以後 然後你把那個程式打開 他就自動幫你開始看你的那個倉庫裡面 然後把東西全部自動拍的整整齊 像有人玩這個遊戲 就是為了把自己家蓋得很好看 哇 對 就有點偏執 那所以我為了第四次 我們下一趴都在玩 我們下一趴會介紹一些 就是舊技能變成新技能 那像英雄聯盟 之前會有一些專業玩家 排那個Tile Lease 就是哪個英雄很強啊 哪個英雄很強啊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排個技能 Lease 好的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 到底哪些技能是比較厲害 大家可以就是提前練的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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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